會死人 那個間隔其實是要得知的 澳洲的人衝浪跟我們不同的 唉 這些屋子很可憐 三個市主席會說 轉屋最穩固 第一件事是看座向 嫁給你和熱水的話 我不可以對他為所欲為 Hello 大家好 我是Yu 我是何先生 我們是居住在澳洲Tasmania 十多年的香港人 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澳洲買樓的Tips 何先生就是在建築行業 已經有十多年歷史了 成為澳洲主席建築師 在這裏也做了多少年 接近十年 其實你的職業生意有一大部份都是澳洲 所以你都很熟悉 之前就分享過在澳洲買地建屋的一些注意事項 今次就分享買屋 我們分享的Tips 主要是以Tasmania為準則 但其實在澳洲每一個州都有點不一樣 所以大家以這個作為一個大位 然後在不同的州可能自己看特別的東西 現在澳洲普遍人想買屋的話 可能是剛剛二文來的 可能是一對夫婦 然後準備有生小朋友 又或者已經有小朋友 即是Family Home 如果我只是想買屋的話 我一定會想自己住得舒服 那預算當然是便宜一點 之餘其實那個價值也要存在 你買屋的話也想有一個小小的投資價值 我未必是純投資 但我自處得來我想它是有一個投資的價值 即將來它都會升值 可能升幅未必需要很高 可能一開始就是看地區 以及那間屋的位置 其實是屬於哪一個Council Casmania為例 近Hover City Council 就是最保值的一個Council 周邊以外就會比較似一級 Glenocchi或者New Norfolk 這些比較偏遠的地區 其實升值的潛力是比較低的 那如果你是first home 你的預算未必很高 未必可以立即買到一間長新的房子 買二手樓的時候要注意什麼呢 第一件事是看座向 座向正好跟香港剛剛相反 澳洲就向北 如果你在北邊有更多窗戶 就好太陽 座南向北 第二件事是看扭寧 因為澳洲很特別 有一個時段 它就有很多Aspatis 這個叫做石棉 就會撈進建築的材料裡面 這件事在那個年代就沒有發現有問題 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就發現 這件事原來是有毒的 會死人的 真的會 那是誰的年期啊 我告訴大家 這一個年期的屋子就盡量 避得開就避開 是的 因為住你石棉 一來很貴 二來有害 你真的會住得久 對身體不好 你怎知道它有沒有石棉 要刮開 一年在年份 二來就是 可能避回幾張照片 大家看到這些天花板 或者材料的樣子 就盡量避免了 有那些凹凸凸凸的感覺 好像薩達泥的牆 天花板 有些人可能本來的裝修 很喜歡 很喜歡這個房子 然後它弄了 然後就 那沒辦法了 很重要就是看看 你的花園或者你家屋附近 有沒有一些大的樹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機會影響到你之後 你要裝修 發展 或者可能是推到家屋再起床 那如果那棵樹 在我家屋裡面 那棵樹裡面 我不可以對它為所欲為 就把它砍掉 如果你要詳細地找 政府有個List 是可以看到 哪棵樹是可以斬得不斬得的 即是我買了 都不代表那棵樹 我可以隨便斬的 必定是斬的 正常的市民 屋裡面 都不會有特別大問題的 那棵樹 但是你說 例如你在馬路邊 或者前院 可能有一棵超巨大的樹 那你就要留意一下 那即是盡量避開一些大樹 大樹 河邊那些都盡量避開 對呀 那天我們走過一個小溪 然後我就說 這裡的屋子都很舒服 旁邊是小溪 然後很清新 然後他就說 這些屋子就慘了 即是我們兩個同時共同 因為政府的政策是經常改的 如果你是近山邊 近水 或者是近樹林 這三樣東西 都盡量避免 因為這三樣東西 是經常會改的 因為河流 例如說這麼闊 有時候 它要你離開 這麼遠去起樓 如果它改了 好了 可能水漲位或大雨 會再有影響 我要你再推遠一點才可以起樓 我想擴建一間屋 擴建一間屋的要求就難很多了 那是不是就是說 我只要我下定居收 我不改一間屋 那我就可以買在河邊的屋 基本上是這樣 哦 除非你是想裝修 想改建裝修 或者是想移動一間屋 如果我不是要延建一間屋 我只是內部一些小小的移動 劈一下牆 劈一下牆 在澳洲是很困難的 改間隔其實是要入址的 是啊 不是你自己在家會裏 自己隨便砍都可以 什麼都要申請入址 但是會不會有危險 那些關鍵呢 近這十幾二十年 澳洲的建築標 就不斷改變了 你說十年二十年前建的屋 對現在一定是不合格的 為什麼我們說 整天的屋 沒有放置 很冷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二三十年前建的屋 我基本上就沒有想過要放置 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那些人不怕冷 現在我們的標準就是 要適合到這個設計的價格 才可以合格 才可以建出來 另外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我覺得樓齡這方面都要留意 其實如果你真的不太熟悉這件事 你建好十年內的樓 就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十年內的工程 或者計劃規劃 政府的規例 所有都會比較接近 沒有改得那麼誇張 如果你說買三十年前的樓 當然跟現在的差距會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說十年之內 其實跟現在的水平不差得很遠 也有普通的意思 就是你買一些新的樓 就好一點 但是好像以我們為了 我們家的房子一年 四十幾、五十年 為什麼我們要買這麼舊的房子 那當然是因為預算的問題 如果我的預算只是限落 真的要買一些可能樓齡比較長的 四、二十年、三十年樓 那你覺得要注意些什麼 其實如果你不太懂得看 你可以找一個建築檢查 去檢查一下樓 這個建築檢查 其實它也有一個很詳細的報告 除了美衣服之外 它會簡單看一間屋的結構 外牆所有的東西 當然建築檢查不是什麼都懂了 如果你真的對這間屋很有興趣 也覺得想繼續去深入它 你可以找建築工程師去做建築檢查 去看清楚這間屋有沒有事 有些公司當然會跟你說建築檢查 我們都有了 因為建築檢查 其實也有看質素是怎樣的 有些是真的很經驗 而且老實真的會給你很詳盡的報告 有些可能只不過會只看美衣服的東西 對 給你一份範圍 對 但真的可能再深層一些 它未必一定會提供給你 要麼你就找到一個順利非常良好的建築檢查 要麼你就再想安心一點的建築檢查 再加一個環境工程師去檢查 如果你真的覺得那間屋是你非常想要的 因為多數是舊樓 你都想多些自己保障 其實你一開始花了這個錢的話 那你之後呢 其實那個保障的那裡就會省錢 所以這一開始的一千多百 就未必限量 我們每次說這些的時候 都會有些人就說 不用的 封劍遊人 大家買屋是不會助長他的生意 所以我們不是為了賣廣告 助長他的生意才去做這個影片 只是想給大家多一點的資訊 所以自己可以看完之後就做一個參考 就是這樣 因為我不想看到一些客人回來跟我說 我怎麼辦 我不知道怎麼辦 救我 太多了 其實我們盡量都是說一些比較技巧的東西 因為普通的Cosmetic自己看的東西 你們都大概有一個概念 例如你買屋的可能買幾個房間 比較保值一點 大小 這些可能大家自己都大概有一個概念 因為其實澳洲你會看到一些屋 會是用不同的材料 主要舊屋都是磚或是rederboard 這兩樣是比較普遍見到的舊屋 那一定是買專屋服 生意小豬也好說 專屋最穩陣 他能夠保護我 不要被大灰狼吃掉 你想做Maintenance或改動會比較複雜 為什麼整天何生活是這麼說改動 澳洲人住屋 其實改動這件事是我們的生活常態 你在香港生活 其實你高樓大廈改動幾有個店 多數都是一開始裝修完就住進去 但是我們的生活常態是瘋狂會改動這間屋 住內了你明白嗎 可能你突然想我在這間房間開了一個窗 不是那麼容易的 不是你想那麼簡單的 所以為什麼在買屋的時候 就會去考慮這件事呢 但是會不會暖一點 因為我們自己的屋就是rederboard 就好像有雪櫃一樣 專屋普遍來說是會暖一點的 那木屋呢 如果你買舊屋很多時候就會很冷 因為它沒有因素來的 沒有因素來的 沒有 有些加拿大的人來到 他們說澳洲是比加拿大 你加拿大會下雪 會真的很冷 但是你進入室內 你都會覺得很暖 但是在澳洲的屋 是說你開熱門也好 都是好像… 冷浸針 澳洲的屋普遍有這個問題 因為以前基本上他們是沒有什麼做 insulation 你打開一個雪櫃 有機會雪櫃是比你的屋暖的 你開暖氣 都是很冷的 你那個暖氣只是能夠… 曬電 這個就是你買rederboard的屋的時候 就有機會有這個問題 那你買舊屋呢 就 insulation 就100%差的了 沒辦法了 澳洲人類都是這樣生活了 那當然買一些新的屋 當然好些了 那如果新色一點的 會有什麼材料呢 現在還有做rederboard的嗎 有 新式的rederboard 就是colourboard 澳洲現在很流行做colourboard 就像鐵皮屋一樣 咦 誰要買鐵皮屋呢 便宜 建得很快 這些屋我們去選擇的時候 要考慮的是什麼呢 一定是最保暖的 其實其他的大致上 只不過是家屋外面加一層皮 看看你想選擇什麼皮 那它的structure 就是中間裡面的餡料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好像一件三文字一樣 外面那一層 就是我剛才所說外面的外場cleaning 中間那一層就是保溫 insulation 那就看看你中間的 insulation 多高 如果 insulation不好的話 其實如果在Brisbane Crinseland 那些很熱的地方 隔不了熱 那就變成一個焗爐 對 我們開暖氣好像沒有開 但那邊就是開冷氣好像沒有開 所以 insulation的影響 就不是單單影響冷 熱也會有影響 那好 如果是新式一點 其實你所說的剛才那幾種材料 有沒有說哪一種會好一點啊 或者沒那麼好啊 我會選一些石膏版的物料 就是水泥板石膏版的物料 一來容易清潔 你用水噴水喉就這樣一大片噴就行了 我們要洗屋外的嗎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污 就是你突然又劈著屎 帶下來一堆 你也要洗一洗 咦 我要洗屋的嗎 屋外 就是靠下雨就行 除了這件事呢 還有什麼 打理 因為每一樣的產品都有他們的壽榮 Weatherboard 他們聲稱 就可以有二三十年命的 但是二三十年命對你一家屋內其實不太長 石膏版這些可能有一些是去到五十年 如果你想像是那一家屋內的 你也會想在場主裡面 想經常花錢去保養它 所以你選擇這個物料的時候 貴一點 耐用一點 因為剛才剛才說的 這幾種都是一些新的 其實濾度也很改善了 如果要考慮到的話 可能是水泥版的會優先一點 是的 專屋就三隻小豬的概念 改動就比較少 都是一樣的 如果Tasmania 它不是法例要你這樣做 但是最好買房子的時候 要看有沒有排氣桶 去防止有condensation 排氣桶也要看 排氣桶 你看到外牆上面 會有一個洞 一個洞 房子也要吐氣 熱的時候 房子的熱氣要離開 要不然 熱氣遇到天花板就會滴水 吐不到氣就會濕淋淋潮濕 我們自己去看房子的時候 看看這房子有沒有洞 建築護士會不會有一個報告 告訴你有沒有這些 它不會跟你說 它不會覺得這房子有90%保暖 氣孔其實是為什麼要看 就是condensation的問題 真的非常嚴重 就算有些新氣的房子 如果氣孔做得不夠 condensation會讓你選擇我發霉 對 腦化得很快 天氣沒有看少這件事 因為發霉霉菌是極度影響你的健康 我們其實很急切想去搬屋 其中一個最難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選擇已經很夠 condensation也有這個問題 很多位置窗框已經發霉了 其實都不是很適宜 而我們一家繼續很長住下去 所以我們都想搬屋 這個是絕對不能小寒的問題 是影響健康得很重要 你看到一兩粒毛 你看到的時候有多深 你的房子可能是住在一間 整間發霉的房子裡面 當然真的如果有預算 不要買太舊的房子 這個不是要專業意見去說的 大家都會明白 但是當然我是有預算不高的情況下 我才要買舊的 沒有限制誰想買舊的 我全身起 找我吧 但是如果你說預算有限的 你總是要有些東西 先提升 你要先看哪樣的 健康一定是先的 房子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Tasmenia 房子很流行是一個 儲水光 如果你舊一點的房子 那些管比較舊 熱水有限的 這件事是我一個幸福的人類 我在香港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熱水是會用盡的 冬天冷到黏了線的時候 你整身都是泡辣蔥 然後突然間熱水都用完 你整身都是泡 怎麼辦 我們發生過很多次 住在不同的房子裡都有發生過 有時即使你是很節儉用 都會突然間不知為什麼 熱水都沒有了 因為 你的熱水爐可能很夠 它根本就未煲一次 或者是因為太夠流電 你沒得理所 當然一間房子可能是三房兩次的 你就自以為你會覺得 那你一定有支援 一定是夠支援的 否則以前的人是怎樣生存的 澳洲的人洗澡跟我們不同的 以前住屋和房子會經常 因為熱水的問題互相增加大家 要先抽籤排隊洗澡 你買舊屋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千萬不要小看 你進去住之前 如果你真的喜歡這間房子 就換個好一點的系統 不會很貴的 就是你現在新式那些 它是保持煲 不會斷熱水的 我不是這方面的經驗 你要找plumber去介紹 都是煮水乾的 煮得快一點 還有省電一點 所以這個也是在買舊屋的時候 或者你買了 你住進去之前 必須要做的一個investment 就是去做好一點你的熱水 我們家裏是做了這件事的 我們本身就是儲水式熱水爐 是很舊的 後來我們就換了做gas Incent hot 就好像香港那些煤氣的gas爐 我住在塔斯這麼多年 我人生覺得做得真是其中一個 最對的決定 就是換了這個 開心很多 如果你要問我 嫁給你和熱水的話 我可能會選熱水 蝦仔油豬 你將來看這影片的時候 你會記得熱水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 小提示 在澳洲那家裏有些提示 當然每個地方都會有些什麼 但這是一個大方向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最好其實都是那句 封劍遊人 你喜歡很瀟灑 憑直角去買 都已經沒問題了 是啊 我覺得我很好找 這間屋沒事的 只是看彩數而已 不是的 你住在同一間屋子 可能旁邊的屋子很好的人 不投訴你 但可能有些人很喜歡投訴人 在澳洲其中一個特質都是的 你的鄰居都會影響到你住的那間屋子 所以其實買一屋 另外就是一些不是技術的 就是人類的 像一個平民百姓的 在澳洲買一屋 就真的要留意一下你的鄰居是哪些人 怎樣要留意呢 看他們的駕駛什麼車 就是那些車太舊太懶 就算那間屋子有多好都好 如果那個鄰居可能是… 我告訴你 你旁邊如果住到一個麻煩的鄰居 天天有警察的護車 消防車出去入入 不是說做歧視 不是說什麼 你都想住得舒服 所以這也是一個平民百姓的提供 好啦 今次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 下次想我們再分享什麼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次再見